赶紧来看看主要是这个康瑞台风 依照睡醒发现 它的路径居然是直扑台湾登陆而来 你可以看到 以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一条路径来看的话 那么气象这个路径 康瑞台风将有机会登陆到东半部地区 当然这路径会不会变还是有变 所以先来看看这康瑞台风 康瑞台风现在距离台湾差不多 还有1160公里左右 那么它朝着台湾而来 现在看起来以中央气象署的这一条路径 它是有机会登陆的 那如果按照时间点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时序要来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差不多明天 明天的晚上中央气象署就准备 要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现在中央气象署 它的这个行进的速度 还有方向不变的话 礼拜三的这一段时间 事实上它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 台湾海上警报的警戒线了 所以呢 明天晚上中央气象署就要来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了 那再往上 再往礼拜四走 礼拜四的话呢 那么康瑞台风不排除就登陆到台湾东半部的陆地 而且在礼拜四的深夜的时候 事实上是整个台风暴风圈笼罩在全台湾底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风跟雨也是最明显最剧烈的 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台风才会逐渐的脱离 所以呢 如果按照这样来看 礼拜四 礼拜三外围环流就影响 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就会是康瑞台风啊 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两天 可是呢 会不会有变数 其实不排除还是有变数 因此我们还要给它看下去 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呢 您可以看到 这康瑞台风啊 现在整个结构 当然了 它的结构又更完整了 而且呢 它还在增强哦 因为呢 台湾附近海域啊 这个海水的温度 都还有29到30度 因此当它呢 礼拜四礼拜五来到台湾 不排除它的强度 甚至有机会增强到 中度台风或中度台风的上限 所以这个台风 无论如何千万要小心 它一旦真的登陆 那就会是呢 57年来 又一个在11月份 登陆台湾的台风 后续我们就在观察了 不过呢 现在这个天气 主要呢 现在下的雨啊 都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雨 所以现在全台各地云都多 很多地方是在下着雨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当中啊 要带大家来看哦 事实上呢 中部地区啊 这两三个小时突然对流发展起来 而且呢 降雨哦 这个雨是很大耶 像台中的太平有39毫米 南投的国性啊 有23毫米 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环境的不稳定 除了北边啊 有东北季风 南边这一边又有一个小高压 所以呢 整个啊 中南部的这个空气 都是属于比较暖湿的空气 这边只要呢 风场啊 一符合的情况之下 对流马上激发起来 所以呢 我们提醒啊 在中部地区 这几个小时要特别注意 那么南部地区的雨是已经趋缓了 那么剩下就是北部地区 尤其大台北基隆比寒到宜兰 今天就是一整天 断断续续会下雨 气象署呢 发布了大雨特报 要特别提醒 现在雨是比较明显的地方 包括了台中的山区 南投还有呢 南部地区 都是因为呢 现在的不稳定 下的雨 那么呢 未来这一个礼拜的话 当然准的天气上 是跟台风息息相关的 我们来看到了 因为今天明天主要都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但是礼拜三 除了东北季风之外 再加上呢 康瑞台风的外围环流 那么因此在北部 尤其呢 在这个桃园以北到宜兰啊 这个风跟雨的情况 就会明显增加 当然礼拜四跟礼拜五呢 是台风接近 再加上台风直接的侵袭 所以北部东半部 是这一次看起来 风跟雨最明显的 中南部就要看台风 整个后续的路径 而来做决定 影响程度的大小 所以后续的天气 变化变速都还是有的 问如何呢 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了 就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待会要出门 除了带伞 海边上风浪也都是很大的 那么康瑞台风就即将要来 所以大家还是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 时间交给依珍咯 而确实根据最新的路径就显示说 康瑞台风它是持续的吸收 暴风圈可能会溶罩到全台 那现在星期五就会是风雨 最明显的时候 目前各县市暴风清洗几率呢 是已经有这个15个地方破九成 那到底会不会停班课呢 都还是要等到时候的地方政府来评估 大家欢迎 大家欢迎